字幕作与继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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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继续分享 字幕继续分享 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Daina 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我刚买的气垫粉笔 然后我们一起跟你们 我跟你们一起测试这个气垫粉笔 是否真的是那么好用 因为我买的时候 然后呢,教授员有跟我说 就是你不需要低妆,还有不需要定妆粉 就可以用它,然后也不需要什么遮瑕膏 这样子啦 我拿的颜色是13千米色 我在深圳买的,那时候我前几天 前几个礼拜我上,我去了深圳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拍影片 然后我一直一直都忙 那我现在呢,才开始拍影片来分享给大家 刚开打开来使用的 然后它这个,它的最厉害的是 可以就是全新water-based 淀粉饼珠霜 它就是会有水润感啦 这样子看是有啦 嗯,水润感就...我觉得OK啦 然后还有就是告别暗沉黄脸泼 像我这样的黄脸泼,在孩子过就变黄脸泼 然后就可以,就是石榴的精华 可以顺便保养的这个气垫粉饼 它有就是这个... 铁合力及十九粒 它说的啦,所以我们等下要测试一下 是否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呢 还有还有什么特别呢 水润感遇上牙光妆的反转的气垫粉饼 它说这边里面呢,它是真的是有珍珠光啦 然后还有三色的粉珠 然后它可以灰一别皮肤暗沉 那我买的时候它是这样子 它是打开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好像是没有测试的 它三大重点就是它有清凉水润 然后半亚光妆效 是semi mate 然后还有自然之下力 OK啦,你现在是看不出来 我们先去看看我的 还没有上妆之前 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气垫粉饼的效果 我跟那个测试 我们先去看看那个影片吧 OK,我们现在开始 然后我买这个气垫粉饼的时候 它会跟我说 我不需要打 就是那个base 它就是可以告别黄脸婆 像我这样的黄脸婆 然后今天的黑圆圈 OK啦,有点退了啦 然后还有什么地方要遮瑕的是 好像是看一下 嗯 就这样子吧 好,我们现在开始用 它是这样子的 那用之前要先把它压碎一下 好 它有 它里面呢 它压碎之前是 它会有一个白色跟 粉色 还有 紫色 应该它全部把它 加进去了吧 我相信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网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它会有一个网 然后你这样压碎它 看起来好恶心喔 就 啊,OK 就是这样子 好啦 然后呢 你压碎的过后 它就会这样子 我不知道 会不会把全部 全部 那个 会不会混合起来 所以 OK 我们就这样子 好吧 然后呢 就整个 你看 在整个 粉符上面 你这样粘的太多 我们先擦另外一边 它是这样跟我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擦 我觉得 它有一点难推匀 是不是 不知道你看 你们看到吗 有看到吗 就是 它会 一块一块在那边 是不是我擦太多了呢 然后 诶 有点难推匀 它跟一般我用的 呃 气淀粉饼 有点不同 它比较浓稠吧 算是吗 然后它比较难推匀 还是我擦太多了 是因为我的 这个 好,我转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这边 可能粘太多了 所以呢 我现在转另外一个方向 先试一下 是否真的能 What is this 你有看到吗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看你看 它有一块在这边 它们叫Caky 就是 诶 有一块 就是 很难推 用手推 是我今天的皮肤很干吗 看起来有点脱皮的状况 你看 还是这个气淀粉饼 有点脱皮 为什么 好难用 我擦完另一半了 然后我觉得 嗯 不知道 我很久没有用气淀粉饼 用到这样子 然后 射了它 你看 这样子看我的黑眼圈 是 有点遮盖的 你不能够盖毛孔呢 好像没什么毛孔 这里我的毛孔 比较大 是在这个部位 所以我觉得 还OK 毛孔可以遮盖掉 可是我觉得 有一点难推 我再查另外一边 看是不是真的是 这么难推 可是这个 就压碎那个粉过后呢 我觉得它就很 看起来很肮脏的感觉 然后就 感觉到很奇怪 OK 我目前已经用完了 嗯 我感觉在过程推的时候 会 如果你沾太多的话 因为我这边 比较沾比较多 因为我压碎的时候呢 它整个就是很厚的粉 可能太厚了 然后在这个粉饼上面 然后它就是 比较会 会感觉上很厚 在你的脸上 然后它就比较难推 然后它会结块 在这里结块 结块 这样子 你会看到很不自然 然后感觉上就好像脱皮 我以为我是 我的皮肤脱皮 但是最近没有什么脱皮状况 我可能就是 擦了太多 然后它结块 然后看起来像脱皮的状况 然后有没有遮盖毛孔 暂时 因为我的毛孔还算OK 没有很 没有很大的那个毛孔 所以我毛孔比较大的 那个低 那个范围是在这个部位 然后呢 所以它有遮盖毛孔的效果 然后 这里黑眼圈 因为今天的黑眼圈还OK 在镜头看到我的皮肤 完全是很完美 但是我在这里看到有点 是不是灯光的关系 看到我有点白 有点显白这样子 现在我先完成我其他部位的妆 然后我们等下再聊 OK 我的妆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我是没有放底妆 然后还有就是打那个定妆粉 我也没有使用的 因为它说不喜欢使用 现在是时间是1点46分 所以我要出去了 然后我现在化完妆过后 我就觉得我的脸是 看起来很自然吧 有没有 我这样子看也是OK的啦 就是像我平常 我擦气垫粉底一样的 但是我就是少了 就是底妆 还有定妆粉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的脸是比较容易出油 我是混合性皮肤 然后我的这边体重会比较容易出油 所以我们等下去测试一下 看真的是不需要定妆粉的话 能不能够 它会不会结成一块在这里 还是怎样 能不能够玩一整天 就是维持这个妆 暂时是这样子 我不希望我的影片太多废话太长 所以我们等下出去 然后我等下会update你们 我的皮肤状况的OK 我有买了KELS KELS 我也是有买东西吧 免花 什么东西 等下我跟你们分享 我买了什么东西 OK 我们现在看下我的脸的状况 现在是3点钟 然后现在有一点干在这边 就有一点皮肤干燥的状况 有点脱皮这样子 然后这里 这里 有很像一块一块这样子 只有3点钟罢了 然后这边下面就有一点消 消纹啊 然后整个脸就是油油的感觉 油油 我现在在冷气房也 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是这样 等下我回到去 再跟你们update一些我的皮肤状况 看我的年龄皮肤到什么状况先 有啦 那这样 再看你的皮肤状况 再看你的皮肤状况 对 还有一个时间 才能外出 22岁 我还有22岁的土石 那自己的鞋子做就25岁啦 这边要多3岁 Farming Farming要多做 Farming 很好玩啊这个东西 哇 我们现在在喝下午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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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update一下我的脸的状况 现在是4点 4点半 然后呢 我这边已经破妆了 破妆 然后这里 这里是那个法令纹已经很明显的 是破妆了 然后Cakey 然后它是这 在这边囤在这边很丑 哈哈 然后这里就 有些很像脱皮的状况 这样子 你们看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 不可以啦 不可以相信它 不可以讲不用低妆 还有那个定妆粉 这也是不可以的 我们在马来西亚不可以不用Pimer的 太热了这里 这里不可以 如果你是在中国的话 如果你是在冷天的天气的话 应该可以 嗨 guys 我已经到家了 我今天一整天是在shopping mall里面 然后呢 其实我的皮肤 刚刚化完妆的时候 是11点46分吧 然后在3点的时候 它开始出油的状况了 环境虽然是有 有是空调有 有aircon的情况下 它环境不是很热 但是我脸因为它是混合性皮肤 所以呢 它在T zone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出油 但是我在冷气 冷气房 环境 有冷气的环境里面 脸会没有那么容易出油 还是会一点点 但是没有 糟糕 脸上不会那么糟糕 但是在5点的时候 我在外面吃东西 然后喝茶这样子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我的脸的状况就超尴尬 它就是这里啊 有看到吗 就脱妆 我整个脸就是脱妆的状况 这里你看有看到吗 然后还有哪里 还有就是法令纹超明显的 就是结块在这里 然后这里就是脱皮 然后还有结块的 这样子看到吗 就完全很尴尬的状态 然后我是 他们一直叫我照镜子 看一看我说 不能我一定要先拍一下这个荧幕 这个画面就是这个情况给大家看的 我是觉得是看皮肤状况啦 如果你是皮肤比较容易出油 混合性皮肤 然后T zone比较容易出油的话 千万千万一定要先做好底妆 就是控油的那个步骤 那如果你是有用那个底妆是控油的底妆 还有打粉 那个定妆粉的话 控油的定妆粉的话 你必须要做好这个步骤 因为它真的是会超尴尬 因为才五六个小时吧 是吗 差不多五六个小时而已 而且它脱妆是超严重 脱妆状况真的是很严重 然后这里呢 真是超尴尬的 然后我就 好 我一定要保持这个状态给你们看 盒子那边有表示说 是有点水润感 还有持久力 我持久力我不觉得啦 因为那个卖给我的那个人跟我说 我不需要再用定妆粉 直接把整个那个气垫粉笔直接插在脸上 就可以拍打在脸上 然后持久力超好的 但是我的皮肤状况是不允许我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 如果你是皮肤比较容易出油 或者是油性皮肤或者是混合性皮肤的 我觉得你必须要控油的步骤必须要做好 你如果有做好那个控油 控油步骤的话 我觉得很 还应该是还不错 因为我那时候去买的时候是他们开始进入冬天 所以那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冬天的产品 如果在冬天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里是永远都是夏天 365天都是夏天 而且我刚才是在冷气房里面 冷气的环境下 所以还是很容易出油 然后状况脱油状况 脱妆 不是脱油 是做脱妆状况也蛮严重的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你的脸真的是很糟糕 这是很 这是很很尴尬的状态这样子 我刚刚擦上去的时候是完美很完美 真的是皮肤超完美的 但是如果是没有底妆 我觉得还是还是要底妆 你这样子看是OK的 但是它其实脱妆状况然后结块很严重这样子 然后这里很像脱皮 我朋友就跟我说你是不是脸脱皮 其实它是脱妆的状态的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里面呢 它是没有那个refill的packing 所以如果是用完了呢 就可能没有办法再买 要网购了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大概是这样子吧 如果是说真的是完全不需要定妆呢 觉得是看个人肤质啦 不是说这个产品不好 只是说要看你的肤质是什么 属于什么肤质 可能如果你是皮肤比较干燥的话 可能会比较适合 就不需要定妆粉还是打底的这样 那我的影片就到此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点赞哦 那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请点击这里订阅我 然后点击它旁边的铃铛 那我有新的影片你就不会错过啦 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吧 拜拜